把握十四五纪遇,融入双循环格局 国家十四五规划讲座现在正式开始 在一国两制下,香港的发展与国家是完完相够,密不可分 国家对香港的支持更是坚定而且是不坚定的 香港国安法使事后,香港社会谣乱到治,立法会能够维护正常 旅行限制举着与行政机关互相合作,开展各项发展经济危机民生的工作 香港的发展必须融入国家带局,已是社会的共识 现在,今是香港把握国家发展机遇最佳时机 特别是历史经历疫情后,本地民生经济逐步恢复元气 今天的讲座举办的竞和时宜 让各国会更深入了解国家发展的坚略蓝图 检窝十四五规划,钢林的精髓 一直以来,内地与香港的民众交往频繁 但自疫情后,两地往来停顿 现在,香港的疫情持续受控,市民也陆续接种疫苗 我在此代表立法会议员及香港市民 因切期待,两地可早已通关 恢复正常往来 以后,有更多好像今天一样的交流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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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 Moлюч 5icz 7kk 9